那么在华言里面讲 这个秦 齐心动力分别知足 这都是语气 超秦力尽 这一句就是还原观上讲的 随于妙用 秦是什么呢 秦是秦之 秦是什么 秦是邪戒 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 秦是沉戒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看法 这个要离 要超越秦职 这个离间 在佛法里面讲 五种见惑 这是离间 那么秦呢 秦是五种私惑 贪嗔痴慢疑 这是秦 这是秦之 身见边见 见渠见 戒渠见 邪见 这是见 超秦力尽 就是见思烦恼 断了 断见思烦恼 是阿罗汉 是小臣 见思烦恼 就超越了阿罗汉 这叫大臣 那么在华言里面讲 这个秦 齐心动力 分别支柱 这都是欲见 那经验就是 自己的成见 自己的看法 全错了 为什么 清净心里头 没有清见 有清见 清净心 没有了 有清见 平等心 没有了 有清见 那就是 迷而不久 超秦力见 拒而不密 那么我这个说法 诸位对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更清楚了 强命为大 强势不得已 他没有名字 他没有名字 就像老子所说的 明可明 非常明 明是假设的 不是真的 那么叫大臣 设以此为能臣 所臣 强命大臣 这就是总结 这解释大臣 这幕后这几句话是总结 能臣 这大 所臣这也大 能臣是佛的教会 大臣经 这称为大臣 所臣是我们所修学的 我们依照大臣经典所修学的 那我们也是学的大臣 故经题中 以大臣为御 一名全今要致 实际上 自信本质的薄弱 就是经题大臣的意思 大臣 大臣 就说到此地 下面呢 在底下 就借着的无量寿 无量寿 凡于 为阿弥陀 这本经所说 极乐世界教主的圣号 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为无量寿佛 教主的圣号 阿弥陀三字是密语 这个是 因是凡因 凡于 古印度的语文 哈 无比 密意 他完全是信的 我们修过还原观 还原观开头 给我们讲一题 喜一题 喜而用 试三遍 这是信的 圆满的体相作用 用什么样的名字 能包含这个意思 真的就是阿弥陀 阿弥陀 把它全包了 这个名号 是能翻 阿翻成中国字 是五 有五的 弥陀 弥陀 翻成中国意思 是量 所以 阿弥陀 叫无量 那我们讲还原观前面的三条 自信 清净 原名 其 无量 从一提其二用 二用是 一报跟正报 也是无量 一报 无量 大家没有话说 为什么呢 变法界 虚空界 是我们第一报 无量 无边 正报呢 正报是我 我啊 我也是无量 是的 我们现在是这个人 前世的 在前世 有的时候投胎在天上 有的时候投胎在人间 有的时候投胎在地狱 其实六道里头 哪一道没去过 不止一次 无量 就是我们这个灵魂去投胎 不但投胎在这个地球上 苏婆世界 踏方诸佛世界 哪里你没投胎过 所以一报正报 无量 又何况 三种周边里面说 无论是精神 精神是受想形式 物质是我们的肉身 这是物质 精神 活动是波动 物质的活动 也是波动 这个波质一动啊 你看三种周边 第一个讲 周边发戒 是不是无量的 质动 就是周边发戒 出生无尽 出生什么呢 设法戒 一正壮严 都是这个波动 出生的 汉荣空游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发而如是 这个法就是提相作用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用阿弥陀 三个字来称谈 一点不过分 差强好 就是阿弥陀 无量 提相作用 全是无量了 精神说 以翻文为华语 阿弥陀是翻文 把它翻译成华语 喜 秘质与显术 这可以成 无边的好 无量无边的好 自信无量无边 自信其作用 无量无边 这个作用里面 无论是一报正报 它的 它的这三种现象 三种周变 就是三种现象 无量无 用这个名号 非常恰当 金 金金 翻为无量寿 那寿命只是一种 无量里头就一种 但是这一种是最重要的 注意想一想 如果没有这个寿命 无量无边 谁就享受 所以一切德行当中 寿命是低的 你有富贵的命 你有这个 智慧 德能 如果你没有寿命 你全都落空 寿命是低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阿弥陀经 给我们介绍 这个无量的意思 阿弥陀的意思 他跟我讲 无量寿 无量光 介绍这两种 这两种意思呢 寿是讲时间 光是讲空间 用我们现在话术 就是无量无边的时空 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 都在里面 用这个意思 来解释 阿弥陀的意思 所以释取其中 首要之一 金中无量光 无边光 等十二圣号 同为阿弥陀之 在经文里面 佛讲了十二圣号 全是 形容阿弥陀的 赞叹了阿弥陀的 汉语 这是汇集五种本字 这个汉语里面说 本字翻为 无量清净佛 无量寿 无量清净平等寿 寿跟佛是一个意思 所以翻作无量寿 也就是 无量寿佛的意思 这以上 多种圣号 贤与无量 都讲的无量 识则 佛的功德 智慧 神通道理 一正状意 说法度身 业业无量 那么所以可以说 阿弥陀佛 是一切祝福的 总名号 你说哪一尊佛 不叫阿弥陀 只要成佛了 就是阿弥陀 所以 中逢禅思 讲得好啊 五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五心 这话讲绝了 无量 无边的法界 法界里面 无量 无边的祝福 一句祝福 叉吐 从哪里来的 都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换一句话 是自信的相分 自信现象了 慧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 告诉我们 不现象的时候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具足的 智慧 德相 佛在华音经上说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德相 是你自信里头 本有的 不现的时候 不现的时候 是长期光 长期光里头 没有任何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统统都没有 你不能说到我 他里头有 圆满的 智慧德相 当他有圆的时候 这个圆就是 一念不绝 从自信 变现成 变现成为 阿赖耶 阿赖耶 就出现了 三系象 这个三系象 就是现在 科学家讲的 能量 信息 物质 这三系象 一展开 就是宏观的宇宙 阿 今天科学讲的 量子力学 讲这两样 所有一切万色万物 都包括在其中 你没办法超越 这两个范围 宏观是大宇宙 微观是小宇宙 大小宝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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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